各位讀者晚安 又到了我们评说书的时间 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 王一舟心理师的新书 学习障碍 好不出的学习噩梦 认识王一舟心理师的人应该都知道 其实王一舟心理师他 长期在特殊教育这一块有蛮深的耕耘 那之前呢在我们家也出版了不少 跟特殊教育有关的书籍 像是专门讲雅思的这一本 不让你孤单 然后还有这一本陪伴孩子的情绪行为障碍 甚至是比较少重一点的选择性肩默症 其实王一舟心理师也都替他们写了一本书 像一舟心理师还有说 他在超过两千场演讲之中 最难诠释的就是学习障碍 那现在呢让我们先来看一张图片 你能理解看不懂字的痛苦吗 这张图片呢其实就是阅读障碍的孩子眼中所看到的世界 我就可以想象一下 当你看到眼前的文字都是这样子 缺一个脚啊上下颠倒啊左右相反 心理会很紧张很慌乱吧 而且是还在学习的时候面对课本面对考卷 这到底是什么字啊 我看不懂我连题目都看不懂 我怎么写下去 那种孩子心里的紧张不安 然后会想只有我这样吗 是我这么糟糕吗 一整个自责自信心的打击 像阅读障碍还只是学习障碍的一部分而已 其实学习障碍是一种外表看不出来的 隐性的障碍 你看到这个孩子可能是聪明灵力 口才好表现好 但是其实他可能有书写障碍 像刚刚说阅读障碍或是数学障碍 甚至种种障碍合并在一起 自写了就忘 看不懂或是数学怎么算都算不出来 就从外面我们看不出来孩子 他心里正遭受到多大的绝望的打击 但学习障碍其实它是一种 神经心理的功能异常 所以它并不是说 我们家长大会讲 就是就努力一点啊 然后认真一点多学多写 那这些你应该都会啊 你要更专心啊别偷懒啊 是可是其实学习障碍的孩子 他们是没有办法透过这些 一般的方式来获得学习的成果 对学习障碍的孩子 他们是想做却做不到 但是他们也不是学不会 而是他们可能学得比较慢 然后他们的学习方式和一般的不同 那我们就是要藉由这本学习障碍 来协助家长和老师 能够更贴近孩子的内心 去看见学长孩子内心的困境 进而找到协助他们陪伴他们的方法 像是我们应用心理师啊 在他的书里面啊 是用很多的故事 来把学长小孩 遇到的困难还有痛苦 表现出来 内心的那种挣扎 对 比如说他那里面就写到一个 就是有阅读障碍的孩子 那这个阅读障碍的孩子呢 他就是小萌 其实他就是看不懂考卷上面的题目 或者是有时候老师叫他 站起来念课文 他没有办法顺利的这样子念完 当然其他的同学呢 就会嘲笑他说 你是不是看不懂字啊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什么念 大家都会写 为什么你就是都看不懂 那小萌心里就会觉得 我不能让人家知道 我是看不懂字 所以他就会很生气的反驳说 我没有看不懂啊 我哪有看不懂字 我只是比较不会学习而已啊 难道你就一定什么都会吗 因为其实这跟字真有关 没错 当面对所有的小朋友 对他都有这样子的质疑跟攻击的时候呢 他先想到的一定是先自我保护 那小萌在面对比如说考试的时候 他其实是看不懂考卷 当他发现说 大家都在读题目 然后都在写考卷的时候 他看的考卷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对 一片空白 其实还有的孩子可能就发展出了 一种隐藏的方法 会先背下这个单元所有可能的答案 然后到时候拿到考卷 我看不懂 但是我就按照我记得的证据去写 总之我可以把考卷填满就好 至少不是叫白卷 对那这样从外表看起来 你很容易误会他是乱写 或是不会写 但是其实他们有很大的困难 障碍需要去跨越的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像书写障碍 书写障碍刚好跟预读障碍不一样 书写障碍的孩子 他可以照着字来抄 我现在看到马上就学写一下 可是呢写了就忘了 记住那个字到底是要怎么样子 再把它写出来 对所以常常面临的误会就是 你之前不是会写吗 怎么现在又写不出来 但是那个就是他们无法克服 无法靠自己 无法靠常规的一些学习方式 去越过的一层障碍 因为很多家长老师就会说 那你就一直写 一直写 写到你记得上就好了 但是当孩子面对 我怎么写都写不会 我怎么写都忘的时候 就会又回到一个新的字责 原因都可以 我就是这么拉 对为什么我就是不行 然后变成一种自我质疑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 学章孩子的困难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点 第一个呢就是 其实当学章孩子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 他们非常容易先给自己贴的标签 对其实自己给自己贴上的标签 比别人贴的标签更可怕更难吃掉 因为我们自己骂自己会骂得更狠 没错 这里面会让孩子产生非常多的自我质疑 就是为什么我都做不好 是不是我什么都不会 那这些事情是不是都是我的错 那这些自我质疑呢 其实渐渐就会让孩子也觉得说 我都做不到我就这样好了就这样算了 我就变成一种自我放弃 这种对对对我就这样子下去吧 反正我是这样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一庄新闻师他特别来谈 学习障碍的原因之一 因为他在很多大圈宴校看到了很多 但随着学习障碍成长的孩子 问题一直没有获得解决 这些大孩子因为长期的这种学习低成就 然后信心的打击陷入了忧郁 然后就形成我们刚刚说的自我放弃的情况 那么面对孩子给自己或者是别人给他贴上标签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样挡住他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当孩子因此而沮丧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跟孩子说 啊你就不要管别人怎么想啊 别人说他们去说啊 可是其实面对学习障碍孩子很重要的第一步是 接纳 你要先接纳孩子有这样子的情绪 嗯你才有可能接下来去引导他 就是让他把情绪做一个冻结 就是不要扩大解释他自己的这些情绪 对因为我们一定没有办法完全不在一个人的想法啊 那有一个协助就是情绪冻结的这个方法 小方法 很有趣 但是我想应该是蛮有用的 想象自己在一个大泡泡里面 然后是隔绝外界所有声音的 其实这样想象的时候 就可以带着孩子的心慢慢慢慢的安定下来 先接纳先理解孩子的情绪 然后让孩子感觉到身旁有个大人 不管是家长不管是老师至少有一个大人是懂他的 那就是给孩子一个很重要的安定能量 那么身为学长孩子的家长或者是老师又可以怎么做呢 嗯其实王艺中心理师在书里面有讲到这个方式 因为你找对的方式才不会白白的努力哦 那第一个呢他就是说 呃你要先知道一直让孩子用原来的方式在原地努力 是不会有结果的 就是如果说你一直用同样的方式 其实现在小孩的学习如果已经有状况了 你一直用同样的方式再让他继续的尝试 其实是没有办法解决他的困难的 对比如说对一个书写障碍的孩子 你只要他写 写个十次一百次一千次这样继续写下去 怎么写都写不会 呃其实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模式 就是没有对错没有好坏的 其实就是呃多理解孩子 从我们更了解孩子 我们就能够协助孩子 陪伴他找到一个最适合他的这个方式 嗯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点就是 我们大人自己要能够接受付出不等于回馈 这个现实情况 这有时候会源自于我们 可能老师或家长会有一种武力感 我已经想尽各种办法了 不管是用听的用看的 不管是补习安清等等的 用节目各种方法 花了很多时间去增加孩子的学习 可是怎么情况就是没有好转呢 我们会有一种深深的武力感 但是我们要能够先接受自己的脆弱 先接受我的孩子的学习情况就是这样 他必须换另外一条路走 孩子才能够更能接受自己 而且当你接受了这个状况 你的焦虑比较放下之后 孩子其实也比较不会受到这种焦虑的 对对对这很重要 那第三个部分呢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我们常常听到 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可能比较难做到这一块 那尤其是学习障碍的孩子 他是更需要根据他的状况 去量身打造适合他的学习方式 因为每个学习障碍的孩子 他碰到的困难都不一样 然后他的处境都不一样 所以你必须要很了解他到底在学习上面是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你针对他的学习状况去做不同的方式 他才有可能能够在这样的学习当中 去缓慢的去进步 那其实 其实关于因材施教 一中心理师他有写了一句话 非常重要的提醒 他说他觉得 因材施教其实就是应该要让 不会的孩子也学得会 这才是因材施教的真理 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 其实还有一个也是提醒你 看人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不要去比较 常常心理会忍不住 就算嘴上没说 心理会忍不住想着 谁谁谁都可以这样子 为什么你就是不行 其实当产生这种比较心理的时候 就会随之而来有很多不满的情绪 不管是对自己不满 或是对孩子不满 那样子不但对孩子的学习状况没有帮助 对于亲子关系 或者是师生之间的沟通 也会造成很大的障碍 尤其是当你去把孩子 放在天秤上比较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容易让孩子 更意识到自己的弱点跟不足 对 那我们其实是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逐渐培养孩子的自信 不要让他因为学习障碍的这个状况 然后对自己没有自信 可是因为比较这个状况 其实会更容易让他 只看到自己的弱点 我想王一栋心理师啊 在他这本书里面讲得非常好 就是说 其实学习的方式不是只有一种 那学习的路也不是只有一条 但是最重要的其实是呢 我们在陪伴孩子的时候 能够先放下一定要做得到 或者是怎么样才对的这一种 比较执念 大人的执念 因为这种执念其实会影响孩子很多 然后让他们对于现在的这个状况 是感到更焦虑更不安的 那当我们能够先放下这样子的执念的同时 才有可能去引导学障的孩子 那我们也才能够去理解 学障孩子的困境 然后呢能够接纳他们的线片限制 兄弟还要一句话 一中心理师的另外一个提醒 再次跟大家分享 我们要先看见孩子的弱点还有限制 我们要能够看见孩子的真正需要 才能够接近公平的善待他 当我们能够这样对待孩子的时候呢 才能够让孩子也看见自己的亮点和长处 那可以建立他的自信 那也许呢 孩子就可以慢慢的发展出 属于他自己的另外一片天 希望呢每一个家长都能够有一些耐心 然后缓慢的陪伴孩子 一起度过他的困难跟他的不安 相信就是孩子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也会慢慢长出他自己的样子 其实每一个人走路的速度 本来就不一样啊 那我们走慢一点嘛 其实可以看见更不一样的风景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那也很欢迎大家就是 在我们的影片下面留言分享按赞 谢谢大家 谢谢